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今天介绍一部美食电影《幸福的面包》 阿慧厌倦了大都市的喧嚣和压力,加上相依为命的父亲过世,导致阿慧心力焦脆 于是丈夫阿水辞职带阿慧逃离东京,来到北海道岳浦的一个有山有水,环境宜人的地方定居 经营一家面包咖啡店,阿水烤面包的功夫一流,而阿慧擅长煮汤 面包烤好新鲜出炉,热腾腾的切成片,在漆上手工研磨的浓香咖啡,是这里的常客们的最爱 游地员每次来必夸阿慧漂亮,而音乐大叔最爱吃这里的烤面包,还有当季的食书料理 而且面包店二楼还有客房,供游客居住 某天,公交车将一位年轻女子带来这里,女孩进了房间就一头待在床上,显得一点也不开心 他来到湖边,跟朋友通电话,谎称自己已经到了冲绳海边,住在大酒店里,还说要带土特产回去 然后他坐在船上浏览美景,那只却扑通掉进了水里 他一身湿漉漉的回到面包店,阿慧忙让正在大口啃面包的小帅去给女孩送浴巾 小帅感觉挺不好意思,女孩让他赶紧把浴巾递过来 阿水从园子里摘下新鲜西红柿,然后放到炉子里烤一下,再放到面胚上,接着烤 最后好看的番茄面包出炉了,跟红酒一起吃,简直绝配 女孩一口面包一口酒,吃得不亦乐乎,然后他就酒后吐真言 说他约一个喜欢的男人去冲绳海边旅行过生日 酒店都订好了,男人也答应了,但哪知临出发却说不去了 女孩怕同事笑话,于是就自己跑来这里旅行 并骗同事说自己去冲绳海边了 他又过去跟小帅聊天,说东京工作超累,还是这里宁静平和 但小帅却说女孩身在福中不知福 半夜女孩在草地上借着酒劲大哭,边哭边滚来滚去 看得小帅很开心,女孩拿拖鞋朝他砸来 转天女孩宿醉难受,阿慧给他沏了咖啡 端上最简单的烤面包,喷香扑鼻 然后阿慧和阿水带着女孩还有小帅 去蔡老板的菜园买菜,各类菜品琳琅满目 小帅还送给女孩一朵向日葵,祝他生日快乐 于是女孩让小帅陪自己去买土特产,但乐谱可没有冲绳的土特产 结果好心的玻璃店老板娘说他有土特产 结果他翻出一包裹木雕 说这是保佑五谷风灯的妖精,会给人带来幸运 晚上阿慧两口子洗菜做饭精心准备 女孩看到满满一桌子丰盛的食物 而阿慧两口子和小帅一起唱起生日歌 一只特别的烤面包上还插着一根蜡烛 女孩感到惊喜又幸福 各种精美的食物刺激着大家的食欲 阿水掰了块面包给阿慧 阿慧幸福的咀嚼着满嘴的麦香 看那女孩羡慕不已又暗自忧赏 他含泪感谢大家 阿慧切开面包,小帅掰了一半给女孩 女孩吃了一口大壶好吃 生日宴过得温馨无比 吃饱喝足,两人去散步 小帅说他每天为电车改道 年复一年,人生一眼看到尽头 女孩让他一起去东京 但小帅说他做不到,也找不到工作 浩月当空,两人各怀心事 转天女孩要返城了 他将那些妖精木雕放进箱子里 还让阿水烤了许多裸麦面包 要带给同事吃 他向好心的夫妻俩表示感谢 但让他难过的是,小帅却没有来 望着这里的青山绿水 他不觉感叹,太美了 但哪知在等公交的时候 阿帅骑着摩托赶来 说他想好了要骑着摩托 载着女孩去东京 到东京的距离一千公里 但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多远都无所谓了 秋天来了,两个人去山上捡板栗 要做栗子面包 先将板栗放到炉子里烤熟 然后挖出板栗并捣碎 混合在面粉里 此时,玻璃店老板偷偷送来他的新作品 刚要溜掉,却被阿辉叫住 让他尝尝刚烤好的栗子面包 玻璃店老板娘立刻欢拖地跑回来 阿辉看到公交站不愿去上学的 忧郁的小女孩 阿辉过去招呼他到店里来做 并给他倒了杯热牛奶 阿水说他要去学校送面包 正好可以带着小女孩去学校 食堂大妈都喜欢阿水烤的栗子面包 晚上小女孩放学 回到冷冷清清的家 饥饿的他只得啃起了栗子面包 父亲回来后 小女孩说他想和妈妈做的南瓜浓汤 但妈妈已经不在了 于是转天父亲拜托阿辉 给女孩做了南瓜浓汤 小女孩顿时想起了妈妈做的南瓜汤 还有一家三口幸福吃饭的情景 但后来爸爸妈妈争吵不断 最终妈妈离开了家 想到伤心处 小女孩冲出了面包店 转天阿辉写了封信给小女孩 让邮递员送过去 信里写着面包店有热乎乎的晚饭 肚子饿了就过来吃吧 于是小女孩来到了面包店 小女孩的父亲也来吃晚饭 阿辉两口子特意为两人准备了好吃的 吃晚饭阿辉给两人端上南瓜汤 这次小女孩没有跑掉 两人喝了口汤感觉味道超好 小女孩问父亲 妈妈是不是不回来了 父亲点头说是 说一直没告诉女儿 很对不起 父女两人都泪湿眼眶 音乐大叔为两人演奏了一首忧伤的歌曲 小女孩和父亲抱头痛哭 毕竟哭出来就没事了 阿水给两人端来面包 父女俩掰开来 蘸着南瓜粥吃 感觉就像消化掉了所有的痛苦 饭后两人向阿辉夫妇道谢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回家 从此父女俩将相依为命 但只要有爱 一切都好办 阿辉给音乐大叔送上蜂蜜面包 表示演奏音乐的感谢 浇上蜂蜜咬一口 相当满足 冬天到了一片银庄素果 但没想到大雪纷飞的夜晚 却有两个老年客人前来住店 阿水大半夜开车去火车站 将两个人接到店里 老爷爷说年轻时 他就是在乐谱这个地方 向老伴求婚的 来到店里 老爷爷说老伴不爱吃面包 阿辉忙说他去做米饭 但家里没米了 于是阿水又开车冒雪 前去蔡老板家拿大米 蔡老板追着 要送给阿水一只活鸡 但阿水没要 老爷爷说 他和老伴结婚50年了 是开澡堂的 但地震 让他们失去了一切 包括女儿 而如今老伴也得了重病 说着竟伤心的哭了起来 阿辉给两人精心准备了食物 装上饭着米油的上好白米饭 看着就食欲大增 老奶奶闻到刚出炉的面包很香 就过去拿了一个 吃了一口 竟然连说 这红豆馅的面包很好吃 看着老伴因食物 重新焕化出精气神 老爷爷不禁喜机而泣 两人一起享用这可口的面包 转天 阿辉喊大家来面包店 一起热闹一下 音乐大叔演奏音乐 快递员带来紫薯 玻璃店老板带来一桶红酒 蔡老板夫妇带来鸡蛋和烤鸡 过了个去 你终究没放过那只鸡呀 老两口还跟着一起制作面包 一时间烤鸡烤披萨纷纷出炉 看起来相当诱人 众人纷纷举杯庆祝 吃着香喷喷的面包 就像拒绝着有滋有味的岁月 音乐大叔演奏手风琴 众人围着老两口翩翩起舞 两位老人感到幸福的温暖 而温暖别人就是温暖自己 父亲去世 一直心情不好的阿辉躺在松软的雪地上 也感觉心里的郁闷渐渐消逝 老奶奶很感谢老伴带自己回岳埔 陪他度过最后的岁月 之后两人幸福的离开 阿辉夫妇挥手跟他们告别 阿辉对阿水说 他们也要这样相依到老 直到地老天荒 很快春天到了 老爷爷写来感谢信 说他老伴已经去世了 上次来岳埔 他本想陪着老伴一起死的 但是阿辉两口子和热心人们 让他感受到温暖 所以现在老爷爷又重新将澡堂开起来 以温暖更多的人 面包店开业两周年之际 两人烤了面包 要寄给每一个人 有地缘拉着小山一样的面包 到处去送货 而某天阿辉兴奋地宣布自己怀孕了 于是阿水高兴地又蹦又跳 有美食 美景 老婆 孩子 还有善良的一群人 夫妇何求 全剧中 我在春天 祝人为乐 春天给我满地的鲜花 还有洁白的云朵 我在夏天 祝人为乐 夏天给我温柔的细雨 还有潺潺的小河 我在秋天 祝人为乐 秋天给我 喜喜的清风 还有沉甸甸甸的收获 我在冬天 祝人为乐 冬天给我 漫天的白雪 还有新年的艳火 一个笑脸 换一群笑脸 一个冷漠 换一堆冷漠 冷漠的人在冰冷里躲着 善良的人在温暖里活着 尝一口岁月 它是苦的 喝一杯往事 竟是甜的 我希望我的未来 它是酱香型的 我希望我的生活 它是麻辣味的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咕嘟白 下次见 有猴